把红档放到锅中炒一炒 作用原来这么厉害 解决了每家每户的烦恼 今天呢我也才知道这个方法 赶紧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碗中我们准备一些大枣 加入一些面粉 再加入清水 面粉有很好的清洁能力 能把大枣上面这些脏东西呢 给它粘连出来 如果用清水呢 咱们是清洗不干净的 大家看 这样清洗出来多么脏的东西 如果用清水呢 是清洗不干净的 清洗好以后 把大枣给它捞出来 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大枣清洗好以后 放到大碗中 暂时的备用 灶台上做上铁锅 我们开火 把清洗干净的大枣 我们放入到铁锅中 然后给它翻炒 刚开始炒的时候 要中火 先把早上的这些水器 我们给它炒干 炒制的时候 这个铲子啊 炒制的时候啊 咱们的铲子啊 一定要不停的翻动 防止呢 大枣在炒制的时候啊 被炒糊 经过一分钟的炒制 大枣上面的水器 已经全部炒干 咱们呢 就可以关火了啊 利用锅的余热 把大枣呢 我们给它炒制焦黄 炒出大枣的香味 大约呢 在锅中给它翻炒 两到三分钟就可以 经过两至三分钟的炒制呢 咱们的大枣呢 咱们的大枣呢 已经焦黄 然后呢 咱们把大枣给它盛出来 放到盘子中 大枣在盘子中放凉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到一个盒子中 储存起来了 取一个杯子 然后呢 再放入我们炒好的大枣 再放入一些枸杞 然后我们加入开水 用池子给它们搅拌搅拌 然后让红枣和枸杞 在杯子中给它浸泡两分钟 这样能空缝的 让它们的营养全部挥发出来 融入到水中 经过两分钟 咱们的红枣 枸杞 养生茶 就做好了 俗话说的好 一日三颗枣 熔岩永不老 说明呢 多吃大枣呢 对咱们的身体啊 非常有益 但是呢 大枣吃多了会上火 上火就会引起便秘 所以呢 大枣还是要少吃 咱们呢 把大枣来泡水喝 这样呢 就不会上火 同时呢 再搭配上枸杞 它们两者相结合 营养又丰富 枸杞呢 对我们中年人也非常有益 也有句俗话 不是说的好吗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农杯里泡枸杞 所以呢 红枣 加枸杞 两者相融在一起 当茶喝 对身体 非常有益 越喝越健康 这款茶呢 您平时 没事的时候啊 当水喝就可以了 今天 这款 红枸杞 枸杞 养生茶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 大家做做事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